是一个很真实很执着很有激情这样的一个人 有个事我一直没跟他说 其实他也是在我塑造三个这个人物的时候 他是其中一个观察对象 我总觉得他们身上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 我总觉得他有点儿降温了 对 咱们坐着聊吧 来 行行行 我是刘江江 我是电影《人生大事》的 搞错了 再来 再来 我是刘江江 我是刘江江 我是电影《人生大事》的导演和编剧 我的老家是河北邢台宁进县的 比石家庄很近 我是12岁就在石家庄上初中 得完大学之后就回石家庄工作了 算是新石家庄人吧 我还是想带你们去一下我观察生活的地方 比方说我们石家庄的河北博物院的广场 还有长安公园 带你们去看看我们石家庄的母城正顶 其实三哥身上有些东西 其实是跟这个城市的气质有关系的 这些地方呢 可以让你们快速的了解到 我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也可能能回答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我在石家庄的时候 确实是去聊了很多那个店 我感觉有一个跟上天堂相似的地方是 经营这些店的这些老板吧 大部分呢都跟三哥多多少少有点类似的这种境遇 大家对这个行业还是有一点点有色眼镜 但是他们自己还是挺撒多的 他这种店就跟你开饭店一样 就是这条街上生老病死的 理发的修脚的洗澡的结婚的办白事 这是人必须要走的一站 我其实是从这些店里感觉出来 这些人没有那么光鲜亮丽 但是他们的烟火气又很重 然后自己呢就是我觉得有一种奇妙的那种浪漫气息 这公园有多大啊 公园有多大我不太清楚 反正你绕这圈走一圈估计得五千步吧 我们原来不是拍栏目剧吗 也经常到这个地方来取景 一开始我其实觉得电影是非常遥远的事 就是现在上手了一次就觉得那七年真的是给你打下了很深的基础 因为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嘛 我能看到电影看到文艺演出 就是在葬礼跟婚礼上 小时候我白白在那做棺材我就躺在棺材里 边上放个收音机嘛 在那放什么三峡舞异 童林传 小拔翼 黑虎传 杨家将 岳家将 文艺启蒙是这些东西 那个松木跟百木那个爆花那个味特别好闻 天气好的时候太阳一照你躺在那个里边 然后浑身盖满了爆花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我关于童年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成人之后再去参加葬礼 给你的感觉就会跟小时候不太一样 就像一个镜子一样能折射出这个人一辈子的兴衰荣辱 这个家庭的分和离散 这个就是人民剧场 我13年的时候还在这里边演过话剧 我确实干了挺多事 还说过相声 我从17年不再做栏目剧了之后 就想做电影 咱也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 就是好在现在很多电影节都有创投 上天堂这个剧本在平遥入围之前 我就参加过挺多的 反正你市面上能说上来的 我基本上都透过稿 被人发现的过程其实挺漫长的 这一步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还是很幸运 那个就是皮球的祖宗 我觉得是家庄压力没那么大 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一个地方 特别像三哥的一种生活态度 并不追求什么名安利啊的 想把日子过好 好了好了 清淡一点行 好了 来接一接啊 但是呢 就是一上手之后 还发现他就是表现出来那种张力非常大 他就像脸上有像脸谱一样 哗一撕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唯独阶段 就非常肯定 追龙就是我们要找的三哥这个人物 所以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 我们为什么去武汉呢 因为追龙也是在武汉成长的嘛 你看他也是生活在一个烟火器很重的一个城市里 他有过这样跟三哥类似的一个成长经历 他又是一个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人 应该是唤起了他在武汉成长时候的某些记忆 从剧本阶段 然后从造型到美术 到我们给他做的这个服装上的设计 其实我们外在呢 给他提供了一些把手 比方说我们把他的头发剔了 留起这个胡茬 实际上他演绎出来的 是突破了我的想象的 也比纸面上这个三哥更立体的 有些朋友给我的建议就是 把小孩的戏啊 给他改的更轻一点 但是我是坚持下来了 我觉得中国这么大 一定是有这么个天才存在的 就我个人来说啊 也是得益于我将近七八年的时间 在拍非职业演员 小孩是难拍 但是小孩会给你惊喜 我是很感谢命运 让我碰见这么一个小孩吧 私人若彩虹 欲上方之友啊 坚持下来还是对的 挺好的 有笑有泪吧 我觉得拍的不错 像这种题材就很少触碰 我觉得那小姑娘演的 还有朱鱼龙演的比较好 你们觉得这个导演的完成的怎么样 完成度挺好的 我觉得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导演的作品 我觉得他拍成这样很厉害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都哭了 别说别哭 虽然我已经这素材已经看过很多遍了 但是在影院里看还是很难把自己抽离出来 我觉得观众们的反应 那个点还都在我们的设计的范围之内 一个电影该带给大家的这种 从体感上来说笑点泪点深沉点应该都有达到 煌烟热烈烈烈烈烈烹 烹烹 清联验月刀 子龙用的也是枪嘛 子龙用的是枪 这个是毛 这个是毛 这不是枪 就在十几年前吧 像我大爷死的时候 我们那个地方最早的时候是可以吐葬的 我记得有一个仪式是让我觉得特别震撼 而且很难受 我大爷躺在那个棺材里 我表哥拿了他生前用的一个手机 那个手机放在他身边 然后说 舅舅到了那边不要换号 然后就开始我们那儿有一个 钉棺的仪式 就是盖棺定论 就把那个棺材帽盖上去 然后就开始钉钉子 亲戚朋友们都要一起喊 爸爸躲钉 包括最后我们电影里边 有出现的台棺的耗子 这是中国人对死亡的一种浪漫 其实站在那个节点上 我们说的还是人间美好的情感 亮了亮了 就是刚才这一刹那 好漂亮 美吧 这个还是挺漂亮的 我爷爷 我奶奶还有大爷 已经去世了都十几年了 但是我还会一直梦见他们 我也有很惋惜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爷爷 我奶奶 基本上都是在我有经济能力之前去世的 我也没有孝敬他们 连个冰棍都买过 所以这个是让我挺 也愧疚 也无能为力 是献给我的亲人 也献给所有人 在天上的亲人的一个礼物吧 就像我们电影最后的字幕说的一样 跟我们告别的那些亲人们 都在天上的某一个空间 化成了一颗星星在天上望着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